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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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曼谷 有一个conference 来两天 两三天 继续参加一个conference 所以住在酒店 通常酒店都有给这种茶叶的嘛 所以我就随身随带啦 这个剩下应该是这样五分一的高开零 所以没有它我就会点怪怪啦 因为喜欢它会把水质变化 还有呢 你泡茶泡咖啡呢 它也会比较浓郁味道 所以今天 我不是很喜欢喝Green Tea 我喜欢喝English Breakfast Tea 或是红茶之类的 Green Tea 是有点寒凉啦 我就不喜欢喝 它有嘛 我就拿来做示范啦 所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 其实任何茶叶都一样的 只要有高开零呢 那个水质就会变化 所以它溶解出来的茶叶 或者是咖啡呢 成分会比较多 同样的 为什么你来义方看诊 我们都会送一瓶高开零 就是我们的基本package 不是送啦 都包含一瓶高开零 因为你有放高开零的话呢 你的水分子会比较小 然后所包出来的草药呢 味道 药性也会比较强 比较浓郁的 所以我就放这一杯 在右边这一杯 在我的右边这一杯 我有敲一滴 用多呢 这样轻轻敲一滴 这个敲一滴 高开零的杯子啦 然后这边同样的 也是这个浴茶冰涕 我就放这一个茶叶 这边 然后我有包了一个温水 不是太热啦 这个是15分钟前包 太热的在这个杯包了 我可以放在酒 太热的地方 然后我把酒 放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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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 同样的水分子 同样的水分子 这一杯的色彩的 同样的水分子 keng keng 你 caregivers 找面子 댓 知道ização ятся ko 就是小小的异地 你整个水呢 它的水分纸就会 变成好像你1400000 vkeng w subtitles出來 的 脾子水 就是其实它原理就是 这个脾子把你的水分纸 打小 所以它溶解力都会提高 你包饭啊 包汤啊 的确它是很明显的改变整体的水的性质 所以你喝起来呢 真的是有分别的 所以它不只是用来什么 因为之前很多视频是讲尿酸 酱尿酸啊 帮助高血糖的问题嘛 所以其实呢 日常饮用呢 当保健的确是很好的 我个人是喝了十多年啦 所以不懂是不是这样 身体比较容易保健啦 都是保持FitFit啦 那个是其中一个因素啦 当然我也是很健康 运动也是有运动啊 睡眠也是很老 这个是半年其中一个角色啦 之后你可以看到 它的确是有分别的 Kopoinka